HELLO 大家好 我是HONO 我就 今天來翻新一下這個追風的把手開關 其實這個東西有在賣新的啦 所以說真的要整理把手開關的話呢 可以直接買新的喔 這次的翻新只是for fun而已 講解的影片呢在後半段 有興趣的也可以聽看看喔 前半段的部分呢只有畫面而已 但是我要把東西都藏起來 直接把毛骨抹走 就好看 然後再看 不開心 這是一般的 根本的炒口 會形成優秀 煮的時候才能切成菜 跟著花的絲紋 一般的 煎到 盐 麵 盐 雞蛋 放入蒸泡 加入蒸泡 放入蒸泡 放入蒸泡 放入冰箱 我的膜 切成的 怪物 先把 超约的 被子 切成的 食用 切成的 就像 再加上 切成的 一次 stressed out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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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成型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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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叱咏 好 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的,经过整理过后的把手开关 看起来是不是更棒了呢? 目前呢也已经装上车啦 正常使用中 大约使用了一个月左右吧 接下来来讲讲我如何翻新的吧 首先呢先把歪掉零件用尖嘴前搬正 再把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 用铁刷子把生锈的地方刷一刷 再来就用铁刷子搭配砂纸 把漆面处理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打磨啦 接下来呢再把不想要被喷到漆的地方包好 方向灯的开关部分呢 我是直接用油漆笔补的啦 再来呢就要来喷漆啦 我先喷上一层耐热漆当底漆 当然也是分很多次喷涂上去的啦 喷完当底漆的耐热漆之后呢 再来就喷一般的黑色喷漆 一般的铁热式喷罐而已 最后呢再上一层精油 全部都是用喷罐喷的而已啦 这一次就没有特地去用喷枪喷了 好了之后呢就把遮贴的部分全部撕掉 顺便修理好了街头断掉的问题 机车的街头断掉比较方便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杀肉杀一条线组啦 那个都还蛮便宜的 不一定要像我一样 特地去买全新的专用品回来用 但买全新的就是有爽度啦 但买全新的基本上就一定没有问题啦 杀肉的你可能还要再打磨一下 让它接触可以比较好一点 就把所有的零件都装回去 也顺便帮我们的主峰门线上上游 最后呢再把线组用肥皂水全部擦拭过一遍 再来呢就是装上车就大功告成啦 基本上这个把手开关呢 我已经测试过了是全部功能都正常的啦 测试过之后才把它拿下来整理的 原本是好好的但是一用力那个线头马上就断给我看 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建议就不要整理了啦 有新的可以买就直接买新的就好了 或者是说你可以接受用改装的话呢 也可以用改装的改上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像我一样特地整理这个老东西啦 除非你的这个零件已经停产了 要不然大部分我都会建议换新就好 就算是副产品也是比原厂老品好一点啦 因为那种老老的东西真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挂掉 好啦这次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麻烦留言按赞分享 想看更多机车相关汽车相关的影片的话呢 那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咯 耶lot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